大家好 我是沛山 歡迎收看幸福相談所 幸福在身邊 最近有沒有感覺到天氣多變化 秋冬真的來囉 在這個時候我們的皮膚 特別容易敏感 乾燥 而且很容易變成乾妹妹 所以要特別的注重保養 今天我們節目就邀請到 好多美麗的美眉 女明星還有專家 來跟大家分享這保養的秘訣 首先來歡迎我們時尚無國界的 造型大師林國基老師 嗨 主持人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專家 雙和醫院皮膚科的主治醫師 我們的許俊鴻醫師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幸福人妻徐小可 美衣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美眉 美眉 美眉 永遠年輕 以及我們的珠寶鑑定師張兒雅 小姐好 大家好 還有美生天后秀來瑪雅 非常好 大家好 跟我們的長腿名模王盈萍 大家好 貝香姐好 我先問在場的各位美女們 你們平常都花多久的時間來保養 大概一個小時以內 半個小時以上 一個小時以內 就搞定 這還算OK 老公不會嫌妳摸摸蹭蹭弄太久吧 這已經算快速了 再囉嗦就快一點 再囉嗦就再快一點 有花很多錢在投資保養品上嗎 有沒有引起老公的不爽或抗議 還好 其實她花的比我多 對 因為男生其實現在越來越愛美了 我覺得 我覺得 瑪雅妳的情形呢 我大概花15分鐘 因為我白天要上班 晚上要上課 有時候出差 其實回到飯店時間很趕 所以變成說我會非常重視 我的保養品的療效 我要快速達到我的目標 15分鐘真的很迅速 確實 因為我沒有太多時間 那您做哪幾樣呢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其實我覺得有些要簡化 像這種震動 你就放在這邊 然後你另外一隻手 就可以做別的事情 然後或者是那種超級厚的 敷上去 然後隔天整個保持水嫩水嫩 這樣就夠了 相當會精神時間 好不浪費 就來瑪雅呢 我大概10分鐘左右吧 更短更快 就是所謂的懶人保養法 通常我都會用all in one比較多 就是全部幾效合一的 對… 如果再功夫一點 就是再加個化妝水 然後精華液 然後平常白天的話 可能就再加個BB霜 然後鋪個蜜粉就可以出門 就OK了 輕輕鬆鬆就搞定 飲品妳的狀況咧 我其實是 不要錄了 不要錄了 好 真的 沒有保養 嫩的皮膚就這樣水水嫩嫩 我只是上化妝水跟乳液 然後跟我的隔離霜沒了 所以妳媽媽給妳生得很好就對了 良好的遺傳 我要檢舉 我要檢舉 幹嘛這樣子 我這樣子 因為我常常跟她作秀 卸妝以後沒有化妝之前 還是有一兩顆痘痘 有一點點小些點在上面 那是因為我現在看下來 剛剛被果蝦老師看到這邊 這是過敏 幹嘛這樣子 所以妳的皮膚有意見 表示她也是超完美主義 她是 那老師你又花多少時間在保養 其實我真的很懷疑 她們到底還是不是美女 還能15分鐘 簡直太丟臉 怎麼可能 其實身為一個資深型男的我來說 什麼男 什麼男 型男 資深型男 為了維持保持巔峰狀態 其實我用心良苦 真的要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我幾乎一天 就每一次如果在保養 都要花一個半小時 這麼久 對 而且我就說 其實我工作作息非常正常 其實我行程都排得滿滿 我助理幫我排 對啊 妳怎麼會加你五營 這麼有空 也沒有 我都很緊湊的 她一定會幫我排一個半小時 老闆失人時間 她就會知道說 那是我要保養的時間 通常都擺在什麼樣的時間 早上還是晚上 還是中午溜出去 我覺得晚上 晚上做最多 因為晚上如果我沒有保養 我出去 我覺得連我們的里長都會說話 因為實在太嚇人了 所以整個狀況是很糟的 所以我一定利用夜深人靜 趕快做保養 其實那時候我就很安靜 我可以很 所有的保養品 全部拿出來 我就要開始做保養 你看有個男生的保養品 可以一整桌 比對面的女生都還好 真的 你們都輸了 你們的格式加起來 沒有還一個人多 而且我剛剛本來要擺更多 可是那個工作人員說 不要再擺了 這個桌子會滑 再擺就變大賣場了 桌前氣你來開 我真的很專心 我每一樣幾乎都會按步驟 每一樣都把它弄到 我們今天就來教大家 怎麼樣選擇適合你的 正確的保養品 跟保養的方法 首先就歸來… 有一個很簡單的檢測 因為你必須要先了解 你的膚質 到底是怎麼樣子的特質 這個檢測還滿簡單的 在鏡子當中看看你的臉 有沒有泛油 這是一個選項 哪些部位可以看到 擴大的毛細孔 也要做出選擇 洗完臉以後是很緊繃 還是很刺痛 還有上妝以後 有沒有兩個小時 就有那種糊掉的 妝整個暈開的感覺 還有長痘痘分布在哪些地方 以及臉部的觸感 你自己去摸一摸 很簡單一下子就填完了 我們就可以幫你測出 你是哪一種的膚質 剛才節目開始之前 幾位女明星都已經填好表完 對不對 我們就交給許醫師 來幫我們做個分析 許醫師現在從最高分 還是最低分 我們從最高分開始 會不會是那個很油很油的 這個有點出人意料之外 事實上 來 大家稍微看一下 事實上在目前我們看到的是 這是誰 這是瑪雅 瑪雅 第一名 第一高分 分數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 對 事實上在這個部分的話 分數是在就是說 當你的振分越多的時候 當然就是看起來是越油膩的 所以可能是偏油性的膚質 所以高分不代表是姿佑生 我以為比你力 對 我有問題 對 給我零分 對 給我零分 所以分數越高問題越多 就這個意思 請幫我解決問題 大部分是出現在什麼地方 通常出現在的地方 一般來說 大概人的臉上的話 我們比較常見的 事實上大家都有填到的 就是這個T字部位 都會看到比較擴大的毛孔 或者是說T字部位的油光 比較泛油光這樣的情形 似乎大家都有這個現象 不過比較有差別的是在於說 我們還有它的 在整個臉上 事實上其他的部位 都會有一些擴大的毛孔 臉頰頰的地方 這已經很久了 一點點 搞不好是它比較老實 坦承作答 因為我有複選 其實它皮膚很好 它皮膚這樣看起來很好 這樣看起來 我們已經可以接受了 沒想到原來毛孔也有一點 就是因為我自己看得很 因為我有近視眼 我都這樣貼著看有沒有 太近了 所以什麼缺點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誠實的分數 就會比較高一點 這是比較偏油性的膚質 影評這邊 大家看得到的 也都是以一個正分為主 但是分數不高 它事實上還有就是洗完臉之後 並不會感覺到 有任何緊繃的感覺 這表示它洗臉的習慣還不錯 大家或許等一下可以請教它 洗臉的方式 洗臉的正確方法 整個看起來分數是還滿平均的 因為我的問題就是T字 真的就是T字 部位比較多 好厲害 影評晚上我約妳到我家吃飯 你可以看一下貝丹姐 它上面是真的有金箔 金箔 所以一片要這麼貴 真的 真的 你看這個細細的 一點一點的都在上面 這是什麼 聚寶盆 對 它很貴 妳再說一次 真金箔 所以我帶妳吃紅藍寶 紅藍寶 琥珀 我告訴妳們別想要 它現在距離我比較近 所以這個當然要我自己來用 好可愛 我終於知道幾成乾 為什麼把迷克擠出去了 沒有